这个汤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欢迎收看美食公道博 哈喽大家好 我是Toyce 今天要来拍猪脚面线 台湾有句谚语 一省中判 二省减半 三省猪脚面线 那为什么会跟猪脚面线有关呢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希望知道的观众朋友们在下方 帮我解答一下 跟各位观众解答一下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猪脚面线可以去美运或干嘛的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有三家非常老牌的猪脚面线 首先在我们后面的是龟水街的当归猪脚 它也开了30年之久了 我们马上来试试看台湾的猪脚 到底可以多好吃 走吧 好啦 那么第一家上菜啦 那这一家呢 它的菜单其实相对简单 基本上都是吃猪脚面线为主啦 你也可以单点这个腿肉 那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些关东煮跟乳肉饭 但是我们今天主题就是猪脚面线 我们来试试看 先来喝个汤啊 有一种那种药炖排骨那个汤那种感觉 就是它有一点点当归的味道 然后药炖排骨那个汤的 那个底的香味跟甜味 这个汤不错喝 算是很清甜的一个汤啦 再来试试看面线 我们把猪脚留到最后 面线属于比较软烂一点的 很好入口的 这猪脚好吃 这猪脚好好吃 它的肉非常的软 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咬的很吃力 那加上它的猪脚跟筋的那一块呢 它倒是爽口的 就是它的肉跟猪脚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口感 如果是肉带皮的话 你会吃的很过瘾 而且它这个辣酱 让你在吃猪脚的时候 不会觉得油腻或干嘛 它的猪脚真的蛮好吃的 这个吃了会停不下来 就是虽然说我对它的面线呢 我自己是还好 如果它的面线是属于那种 更带口感一点的话 会吃起来比较过瘾一点 对我来说啦 但是我觉得它的猪脚 口感是真的做得不错 加上这个汤 吃起来不会油腻 那这一碗 这个猪脚面线呢 要价是85块 85块我觉得已经算相当可以了 而且它的猪脚啊 我刚刚已经吃了3、4块有了 现在1、2、3、4、5、6 它的猪脚块有10块 而且都是大块的 所以给料呢 也算是相当的丰富 说实话 这家如果10分满分的话 可以给个8分 我觉得可以给个8分 有一分扣在它的面线 因为没有很对我的胃口 另外一分呢扣在 有某些腿肉的部分呢 相对来说 会比较老一点 柴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是配搭着 这个猪皮一起吃的话 其实基本上问题不大 我们马上出发 下一家 好了 那么我们马上来到了第二家 这家呢 在这个大稻城池胜宫里面的 小吃摊里面的一家猪脚面线 叫做许仔面线 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年份 那其实它人非常的多 但是呢 它这个摊位旁边呢 几乎是没有位置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买完之后 去别的地方吃 好 来先买了 好了 那其实呢 这家店呢 是里面是有位置的 我们走进来 其实这边位置还蛮多的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清汤 猪脚面线 你看一下它的汤多白 这个汤完全是白色的 试一下 满甜的 这个汤有一种高汤的感觉 就不像是刚刚那个 药炖排骨味 那个味道感觉就没有很 很高级的感觉 就是我们很常会吃到那个味道 但是猪脚面线来说 这个味道我倒是真的第一次吃到 这边呢一样 它会有附两种酱给你 第一种呢是蒜蓉酱 第二种呢是辣椒酱 我们有一说一啊 这里的肉有点像 就是瘦肉 就没有那种已经炖好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 它的猪脚没有到很好吃啦 但是它的汤呢必须说很好喝 但是也弥补不了 猪脚不好吃这个缺点 当然我们刚吃到那一块呢 是纯肉 那我们当然也要试一下 它的这个猪皮的部分 我觉得别除了它 它们瘦又没有到很好吃这一点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蛮好吃的 就是它的汤 它的面线都是很正常 而且它的汤呢特别好喝 面线属于正常的 然后它的猪皮呢也是带口感 带劲的 就是唯一最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瘦肉 很难入口 我再试一块 可能是我刚吃到那一块 特别瘦 蘸一下这个蒜蓉酱 是我刚吃到那一块特别瘦没有错 这一块就蛮软嫩的 以汤底来说呢 这一家比前面那一家的汤要好喝一些 然后猪脚的部分呢 这一家的猪皮更有口感一点 就是相对来说它会比较有那个嚼劲 那以猪肉来说呢 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呢 这一家就比不上上一家 因为上一家的那个瘦肉呢 它是属于 确实它的瘦肉真的 我觉得瘦肉的部分不太行 如果这一家可以跟店家说 不要瘦肉 只要猪皮吧 我觉得这一家比得上上一家 但是上一家整体来说 比这一家要厉害一些 它的猪皮很好吃 但是每次你吃到猪皮里面有带瘦肉的话 破坏了整个口感 这是格格不入的感觉 但是总结来说啦 只能说还蛮佩服他们的汤啊 用这种熬煮的白汤 喝起来蛮舒服 蛮清甜的 就是单纯喝这个汤 你也会觉得 嗯 这东西不错 只要不吃到瘦肉 这一家就是个好店 如果你们来吃的话 可以跟老板说 我要多一点猪皮 我要少一点肉 猪皮 面线 汤 都不错 我们下一家 好啦那么最后一家啦 其实呢我们本身呢 是打算去一家比较老牌的 叫阿水师 但是没有联络到店家啦 就是没有 取得他们同意 说要拍摄 所以我们就临时找了一家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 就是猪脚还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毕竟是拍猪脚面线嘛 因为我在这一家呢 是在山崇附近 这个崇新路附近啦 所以我最近 在家里点外送 点得到 发现它的猪脚还真的蛮好吃的 所以今天呢 就来拍拍看它的猪脚面线 我们走吧 好啦那么最后一家啦 那这一家呢 说实话 店内的香气也相当的香 就是那种古早味 开始滷猪脚啊 滷蛋啊那种味道 我觉得店里面的味道很香 好那这个猪脚面线呢 麻油的味道 挺香的 麻油的味道也很香 好 先来试一下这个面线 这一家的面线呢 跟前面两家的面线呢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是带一点点宽板的 但是它虽然还是细面 但是这个稍微带一点宽板 让它吃起来呢 口感有提升了一点 其实它整体来说 麻油的味道不算很重 但是闻起来很香 再来试一下它的猪脚 这碗其实算是还蛮大碗的 但是猪脚就只有两块 有点可惜 猪脚软嫩入味 它的皮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嚼劲 它是整块肉跟皮都是很嫩的 就是它几乎完全不需要咬 它用吸的就可以吸进去了 你们看一下 不过说实话 这家味道 很好没有错 但是相比起前面两家 这家的猪脚面线是120块 第一家是85块 第二家是100块 以价格来说呢 这家是属于稍微贵一点点 有一说一 如果猪脚可以再多个一两块 这碗面我觉得 是三家里面的最好吃的一家 可惜就是料太少 面有点多 嗯 嗯 就是它的猪脚跟其他两家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这家是那种古早味 传统的手法去腌制猪脚 前面两家呢 比较属于是拿来炖的 把它那个 酵硬蛋白炖软 所以肉呢 有时候它会可能吃起来比较老一点 但是这种猪脚呢 基本上就不会有前面那两家那个问题 所以它的猪脚呢我觉得是三家里面最对我口味的 以猪脚来说啦 但是吃这种平民料理 有没有 大家一定会考虑到CP值的问题 可能偶尔吃一餐 偶尔吃一餐 那种在家里附近啊 或者说路过可能会买一碗的 以120的价格来说呢 我觉得就有一点不太亲近的呢 以综合评分来说啦 这家猪脚第一名 第一家那个当归猪脚是第二名 最后一家就是那个小许猪脚 我觉得那家猪脚是真的不太行 但是它的汤呢倒是三家里面最好的 就是它们的不同的东西有分别的排名啦 以综合下来 你说我最喜欢三家里面哪一家的话 我觉得是第一家 因为第一家它价格最便宜 然后猪脚分量也够 就是跟它的面线呢 也那个分量我觉得是刚刚好 就是一口猪脚一口面线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骨不骨头的问题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还蛮爽的 那加上它的汤呢 也算是很熟悉的一个味道 就是那种药膳排骨那个汤的那个味道 那第二家我会排在最后名 这一家呢 如果不考虑价格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它会排在我的第二名 因为它猪脚是真的太少 不过味道很可疑 在今天之前 其实我没怎么在吃猪脚面线这个东西 我会吃猪脚便当 但是不太会吃猪脚面线 不过体验下来我觉得还不错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美食公道播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